跨百光年系列活動自24日正式展開 不管是無人機 燈光秀還是煙火的釋放 都吸引了許多民眾前往感受愛河灣的精彩魅力 而這樣的活動不僅點亮了愛河灣 也讓周邊的餐廳業者紛紛表示 透過活動帶來的人潮確實帶動業績 大概有成長兩三層有 就人潮比較多 外來客很多 都十幾位進來這樣 大概一兩層吧 路過的人比較多 晚上的話比較有啦 對啊 自觀光局推出愛河假日市集 到現在市府所舉辦的跨百光年活動 讓愛河灣周邊的餐廳業者 提升一至兩層的業績 而觀光局主任秘書陳一芳也表示 目前高雄多家旅宿業者 在跨年當天的訂房率已達八九成 希望持續透過人潮帶動高雄的觀光商機 所以大概從7月24號開始 我們就觀察到說有相當多的旅客到高雄來 當然這個就帶動了一些觀光的人潮 以及一些相關的產業 我們現在觀察到說 在最關鍵的跨年這一天 我們目前所得到的訊息是 相當多的知名的飯店或者是旅宿業者 他們的訂房都八成九成 甚至有些已經達到滿房了 不管說是訂房的這個數字 或者是說一些觀光產業相關的行業 那的確是對他們帶來相當多的人潮 那市政府在舉辦這樣的活動能夠有這樣的效果 我們也非常樂見 另外高雄跨百光年系列活動將持續至1月3日 歡迎全台灣的民眾利用跨年的連續假期 到高雄觀光旅遊 一同來跨越高雄百年 並親自感受一下不一樣的港獨風貌 記者張世民 潘文玉 高雄報導